这款其貌不扬的国产神器,横扫世界战场,被称为火炮界的AK-47。 火箭炮是一种发射火箭弹的多发连装武器,依靠自身发动机的推力进行飞行。 我国研制的63是107毫米火箭炮,简称107火,至今仍在国际战场上大放异彩,被称为火箭炮界的AK-47。 我国军队研发和装备火箭炮的历史悠久,早在1948年就组建了火箭研发室,在1963年终于完成了107火的研制。 107火箭炮发射速度快,火力猛,机动性强,可在短时间内发射大量的火箭炮。 107火箭炮共有12个发射管,可以在7-9秒内完成一个机放。 复兵团的防律范围一般不会超过8公里,因此107火箭炮还有驻8公里火箭炮支撑。 107火箭炮真正让世界知道它的威力是在1979年的阿富汗战争中。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,我国向阿富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,其中就包括107火箭炮。 对于当时装备简陋及其缺乏火力武器的阿富汗军队来说,无疑是一间神器。 之后107火箭炮遍布世界上的各大战场,被仿制的107火箭炮数不胜数。 美军在中东战场上缴获的107火箭炮,虽然上面写的中国制造,但实际上是伊朗等国的仿制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